建立投资常识,跟踪波段趋势 大家好,这里是老温聊投资 今天是2023年2月20日 先向各位道个歉 因为我有花粉过敏症 所以今天嗓子不太好 今天想聊两个事 第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便宜的日元 如何影响美元和美股这个角度呢 我设计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的 迷你的carry trade 从这里面能看到一些关键的结构和点位 这样的话理解 目前美元和美股仍然处在一个 技术性的波动的这么一个阶段中 还没有迎来结构性的一个比较长的行情 第二个就是想聊一下选股的标准 可能看过我昨天的视频 或者之前的视频的朋友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为什么你选的这些评论的这些股票 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好像有点另类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我理解的所谓的投资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投资体系的核心呢 就是你自己可以控制 可以理解 可以调整的一套办法 它的核心并不是说你能不能挣钱 或者是比别的体系更科学 这个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你自己理解不理解 你的这个所谓的投资的过程 然后呢什么时候你自己可以去调整 先说第一个话题 Caretrade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也就是说利用收益率比较低的日本国债 或者是日元的借贷市场 去借日元 然后买入比较贵的美国国债 包括一些企业债和优先股 甚至呢还可以包括一些 孙宏比较稳定的美国股票 虽然我们听媒体上有相关的类似的讨论 但还真的没有比较详细的梳理过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对于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关系 包括Caretrade里面可能存在的动能 和对两个市场的影响的程度 还是缺乏一些理解的 所以今天呢模拟 我们做一个Caretrade 既然是模拟 它就不是真实的 因为真实的Caretrade呢 特别是机构在操作的Caretrade 他们有不同的工具 比如说通过Swap 还有一些合同 它可以锁定交易往返的时间 还有一些关键的价位 把风险控制到非常非常接近于零的程度 但是作为散户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类似的Caretrade 我待会儿可以介绍相关的工具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合同啊 这些工具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承担相对比较高的风险 并且呢也要根据市场的走势 进行调整 或者是结束一个交易 所谓的止损啊止盈啊等等 这些都会需要 我们这个分析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更多的理解我们近期的 美债和美股市场呢 为什么呈现出来一个波段 波动的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个标的 这是BlackRock在日本市场上 发行的一个ETF 它包含了短中长期的日本国债 代码是2561 有些broker是可以连接到日本市场的 也就是说散户呢 其实也可以去卖空这个日本国债 我尝试过 但是实际上呃成交比较困难 我们看这个债券的走势 呃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 它也是一直往下跌的啊 这个非常类似于美国债券 从收益率来看的话 现在交易的这个区间呢 呃是接近于正负零的这个状态 也就是在最低点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两年期的债券呢 已经达到了正的收益率 我们知道日本央行控制短期债券的 特别是一年期以内的债券的收益率呢 是控制在啊 负利率的 我们再拿它跟呃一个短期美债的ETF 进行比较这个短期美债的ETF 就是SHY是一到三年期的美债 比较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看 对美元对日元汇率的影响 我们知道美元对日元汇率呢 在美元指数里面占有很大的比重 首先我们看到两支债券 是有一个交叉点的 蓝色是日债 红色是美债 对了还要说明的就是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往向上的方向是美元走强 向下的方向是美元走弱 我们知道日债在这个位置时候是负利率的啊 所以呢虽然这有个交叉并不代表 美债在这个位置也是负利率 呃我们知道美债短期债券的话 最多也是保持接近于零的水平 但还是正的 或者我们把这个图可以再调整一下 呃实际上这个交叉点的是表示 呃两个债券运动方向开始拉大的这么一个 试点 从交易角度来看的 市场在这个点之前 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 也就是说呃市场的交易对于 呃比如说这个汇率的形成的 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数学的公式来去计算的 在这个点之前其实也存在carry trade啊 因为日债仍然是负利率 如果借日债去买美债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汇率的影响还是会有的 但是因为两个债券呢 它的走势变化都是处于比较胶着的状态 相对关系比较稳定 所以我们就说它是属于市场的相对均衡的状态 这时候呢汇率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 这么一个状态中 汇率真正开始波动 也就是美元快速走高的这个过程呢 是从呃美债因为加息预期升温 快速下跌开始的 也就是美债收益率快速升高 这个收益率升高呢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速度 就是美债的下跌的速度 比日债下跌的速度要快 它们中间出现了更大的这个相差的空间 第二个是绝对值 因为本身速度在加快 另外呢 日债仍然在负利率区间 美债呢 在正利率这个速度上面 在平平的奔跑 它们之间的绝对值相差也会越来越大 两个债券之间这个变动呢 造成了carry trade的动能在不断的加强 虽然相对比较高的这个日元的成本 卖出日元或者借贷日元 去买美国的国债的话 呃 变得更加的有利可图 甚至呢 可以因为对美债的期望值 呃 是它还会再继续下跌 那么有可能提前一段时间锁定日元的借贷 然后买入美元 推动了美元的上涨 但呢 等到美债再下跌到一段程度 再去买美债 又能形成这样的一个新的交易策略 这样的话 日债和美债的中间的利差 就促成了最终美元上涨的一个区间 那么这个利差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 也就是对美债的加息期望值到达一个顶峰的时候 开始停下来 这时候日债仍然在下跌 但是美债已经止跌 美债的收益率已经在回暖 呃 所以呢 这时候美元开始下跌 一直到双方 起来又是聚合在一起 这时候是什么状态呢 对于日债来说 它的收益率已经到了这个正负零的状态 再往下 去突破的话 对于日本央行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结构性的事件 同时呢 美元的加息预期重新开始升温 所以双方的差距又开始拉大 所以造成了短期的美元又开始上升 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市场角度 有几个点 值得说一下 一个呢 就是美联储的加息 也就是美债收益率的提高 并不只是对自己的股票啊 或者债券的价格产生影响 而是也影响到日元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 我们看日元债券价格下降的速度 也是蛮快的 这个比例也是蛮大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一想 美联储加息 是不是只需要盯着CPI数据就可以了呢 其他的影响根本就不会考虑的 包括日元日债的影响 包括日元日债可能对美国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造成的影响 这些是不是美联储都可以统统不考虑了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我们没有答案 但如果日本债券的收益率达到政府零的位置 关键点位的时候 日本央行或者财政部要干预这个收益率的时候 比如说他要尽量保持短期债券的收益率 在复利率才能够刺激经济发展 这是他的长期的政策 那么他必须去购买大量的短期债券 相当于在日元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 而这个流动性呢 又通过Carry Trade进入到美元市场 那这些换汇的需求 一方面推动美元的继续上涨 另外一方面的会进入到短期美元债券市场 主要是看这个美元加息的预期是否能够停下来 如果不能停下来的话 可能进入更短期的市场 如果加息预期可以暂停的话 那么有可能进入更长一点的这个美元债券市场 这反过来对美元债券市场的需求或者价格是一个支撑 同时我们也就理解了 虽然美联储在做加息和QT的这些收紧的动作 但实际上美股包括美债市场上的流动性 仍然非常充裕 就是因为美联储并没有挡住外资的流动性 对美元市场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就理解了 如果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美元的升值可能伴随着美股的上涨 因为有更大量的对于美股投资的需求 或者是说流动性在这个市场里面 它在初期的表现形式是美元的升值 因为通过这个CARE Trade造成了对美元的需求 这就说明了对于机构来说 无论是CARE Trade也好 或者是利用汇差和股票之间的关系 进行RP Charge也好 都是一些波段性的交易 对于我们散户来说 如果我们只考虑想抓住一个单边上行的 一个做多的机会 就会忽略了日常这些波动 可能给我们带来的 可以日积月累收集到的一些 平常很小 但是时间长了会觉得 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些收益 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的持股心态 比如说在我们持有债券的时候 一直处于浮亏的状态下 我们没有去利用Option 去做波段性的这个日常收益的积累 那我们就总是心情不好 也就忘记了我们可能持有的期限 以及在这个期限中 如果发生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一些 比如说收益率的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没有预留仓位去做进一步的波段交易的话 那就不光是心情的问题 而且影响到我们的收益 这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散户跟机构之间的区别 结果我们昨天说的这个持仓的这个心态的调整 就是对于机构来说 它的口袋是很深的 如果一只股票跌了50% 它还可以去加仓 就像ARK一样 那个木头姐不断的加仓 为什么呢 它平摊自己的成本 因为它有足够多的钱 但实际上散户也同样可以做 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思维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仓位控制好 不要一笔下去 全都投到一个标的上面 而对于这个标的呢 我们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小结一下 美联储加息以及加息预期对美债的收益率造成的影响的 会对其他市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日元 包括日本债券的收益率的产生所谓的益出效应 当然我们在欧债上没有发现类似的关系 所以在日元和日债市场上 一些关键的点位 也可能反过来对美元和美联储加息 甚至加息的预期造成影响 比如说日本债券短期的收益率突破零的话 会不会引起日本央行的干预 这种干预发生的话 又反过来会作用于美债的预期收益率和这个美元的走势 但是当这个还没有触及到这些关键点位 包括美联储如果还没有告诉市场要加息到超过5.5%或者是超过6%的时候 整个美元的走势应该还是不会突破重要的点位 而是在一个区间里面波动或者震荡 同时由于有这个类似于Carrie Trade的这个交易机会的存在 那么机构的这些资金流动又会推动这些波动不是以天为单位 而可能是以周围单位延续一段时间 我们看2561的空投仓位也是波段式的发展的 好那就到了第二个话题 我们继续聊投资体系 上一个视频我们聊了两个大的主题 一个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投资 第二个就是如何去控制投资的心态 核心的就是通过仓位的控制来避免自己的焦虑情绪 同时在做每一次交易之前要尽量的去除贪婪 也就是说不要总想着自己能挣多少钱 而是要想自己怎么样不去亏损 怎么样能控制亏损 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所谓新入市者 其实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是新入市者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在接触一个新的标的新的板块 或者是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 我们对他不了解 其实这时候都是一个新入市者的心态 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 就是所谓的自尊心 英文叫eagle 这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接触到别人的方法 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个作为一个典范 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掉我们对别人的崇拜 也就是说很多金融从业人员 其实就是在贩卖自己的eagle 他要建立一个人设 然后呢让大家觉得他是专家 他实际上贩卖的是这个感觉 如果我们陷入到这里面的话 我们会忘掉我们实际所追求的那个方法本身 所以呢 任何方法都要落实到自己能够理解 落实到最基本的 最土的 最不包含任何光环的东西里面 这样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方法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每个人要克服自己的自尊心 有的人呢 可能觉得 有一个人 比如说我在讲这个 你又不是什么专家 你又没有什么观众 我又不是想听你的呢 所以我觉得你是骗人或者怎么样 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自尊心投射到别人身上 其实你可以觉得不听 我可以不听 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那就行了 到此为止 如果你觉得自尊心在映射的话 会在自己实际的交易过程和交易系统里面 对自己造成伤害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 有些投资人呢 会给上市公司写信 给管理层提建议 或者呢 跟其他投资人在某些媒体上 展开论战 我先不说 这些论点有没有道理 或者是他对上市公司 能不能产生什么影响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呢 就是说 这样的行为呢 实际上反映了 我们是建立在对别人的依赖上面 所谓投资体系 其实就是自己必须能够控制的东西 我发现这个出乎我的意料以后的 我应该怎么办 这叫投资体系 这些错误往往是个人的自尊心 或者是叫Ego所造成的 其实我理解投资 就是一个可以错在一个角落里面 完成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自己心中要有数 也就是把发生的任何不可预测的事情 都能够纳入到自己所理解的知识体系里面来 这就引申出了我们今天想说的选股标准 选股标准是基于每个人可以理解的范围 其实这个理解呢 还包括对市场的基本观点 甚至包括整个世界观 继续举例说明 我为什么不寻找一个蓝筹股 比如说这是苹果 我为什么不去研究它未来两到三年的现金流情况 业务增长率 然后P倍数 最终得一个合理估值 然后到这个价位的时候 买入多少仓位 什么时候止损 那么未来怎么样的加仓减仓去继续持有 为什么不做这样的选股和交易策略呢 这是建立在我对整个资本市场逻辑的一个基础认识上的 首先我不认为上市公司的高管 包括股票的分析师 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就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测 是不是一定能够实现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头 都可能只有30%40%的把握 根据我的观察 如果是在亚洲 可能有7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老板 为了追求更高的股价 或者通过股票市场获得更多的财富 可以选择任意的改变自己的发展策略 甚至进入新的行业 美股市场里会好一些 因为毕竟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 就决定一个公司的方向的这种情况会少很多 但我也接触了很多美国的上市公司 当回顾年度业绩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意外的损失或者业绩的下滑 通常上市公司的高管都会归咎于外部原因 而很少有自己能够提前预见到 并且预防的 这种情况在任何公司都会经常反复的出现 所以我很难建立起来一个信念 就是一个好股票 你只要找到它 就坚定的持有 它未来总是会一直往上涨的 甚至有的人跟我讲说美股跟亚洲的股票不一样 一百多年来都一直是往上涨的 只有中间少数几年可能是存在波动 对这个逻辑我暂时不去评论 因为可能是另外一个比较长的话题 但这个逻辑又触及到我另外的一个底层认知 也就是说我会有一个问题 如果一只股票它未来永远都是会往上涨的 那为什么它不是在今天一步涨到位呢 比如说苹果如果它只两万亿美金 为什么今天它不交易到两万亿美金这个区间呢 有的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抬杠 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交易逻辑的问题 如果真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股票只两万亿美金 那也就是如果我用1.7万亿这样的价值去买的话 总有一天我会挣钱的 那我不会挑现在的价格了 现在比1.7万亿肯定便宜很多了 我为什么要再继续等呢 我说这个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去认同我的这个基础逻辑 或者认同我的选股标准和策略标准 而是希望向大家说明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和对市场的理解 建立一个自己恒定的可以控制的一个交易计划 这样说太空泛还是拿苹果举例说明 正因为我没有建立起来它未来一定会永远上涨这样的一个基本逻辑 所以当我持有苹果的时候呢 如果它一旦跌到某个程度的话 我就马上就不会了 就混乱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的人呢在某一个位置买入苹果之后 下跌到某个位置 他会选择止损 这就让我更不知道如何去做交易了 比如说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止损 那什么时候再次买入呢 又陷入了一个交易成为艺术的一个玄学中 就是说我无法自己去控制它 我需要依赖别人的智慧或者别人的胆量 而从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买 什么时候应该止损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认为的投资体系呢 就是一个人可以坐在一个角落里面 不需要去问任何其他人 不需要跟别人交流 也不需要去看某个人的视频 自己针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都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么做 当然建立投资体系之后 下一步就是如何提高收益率的问题了 那个就是要提高自己对某些事物判断的准确性和确定性 所以我自己的选股标准 就是建立在我自己的非常朴素的对股票的认知上面 比如说没有永远上涨或者永远下跌的股票 因为这个认知 我就无法在特斯拉高位的时候去买入特斯拉 再比如第二个认知 就是任何技术分析或者是短期炒作都不符合我的生活规律 或者是我的生活方式 那么也就是我无法驾驭的 所以我不会去分析特斯拉在高位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可以有15%的收益 怎么样止损等等这些问题 我根本就不会再花时间去考虑了 第三个认知呢 就是我认为股票的上涨的难度要大于它下跌的难度 也就是说如果一只股票下跌了90% 不见得它一定会上涨 但是一只股票如果上涨了10倍 那它大概率的会下跌 所以这也就引申出来我们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必须学会看工或者做空 我们另外找时间聊 还有一个认知呢 就是对于处于历史低位的股票 那么它下跌的风险就远低于如果它处于中间 或者是历史高位的时候 同时我可以用仓位去防止这个下跌风险 那么同样的对于处于历史高位的股票 那么它继续翻倍的风险就远远小于 它可能快速下跌的风险 同时它翻倍的这个风险呢 我也可以用仓位去控制 当然针对每一个标的的话 又会需要结合它这个标的本身的一些特性 或者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这样就构成了我的所谓的悬购体系 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 我认为投资体系呢 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体系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现拐点 然后怎么止损 怎么持仓 这些非常具体的东西 都不是所谓投资体系的核心 投资体系的核心 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能够真正的理解 透彻的理解 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出决策和判断 如果我们认为已经建立了一个投资体系 但发生什么具体的一些 没有预料到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还是想去问别人 这就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完整的 所谓投资体系 具体到选股标准上 我们大可不必遵循教科书 或者是坚持某种信念 我们只要争取用自己的方法去发现波动中的某些规律 用我们的策略控制这些规律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说了 就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核心的 其实可以用钱去理解它 我们另外找时间聊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欢迎订阅转发 感谢各位